Hello,大家好,我是赵贤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新闻是关系到巫统的党选 我们都知道巫统党选最高的两个职位 主席和熟立主席都宣布冻结,不会有开放竞选 也就是说阿末扎西和这个曼哈萨都能够顺利的蝉联 没有任何的竞争就没有任何看点了 接下来能够有一些火花的最高职位 也就是副主席这个职位了 副主席一共有三名 而根据Britah Haran的报道 总共会有九个人想要竞选这三个职位 当然小道消息,内幕消息我们听听就好 不到最后一课我们都不知道是真是假 有可能现在Ismail Sabri说他不想要参联 然后多一下时候,多几天 他就会说我想要竞选 所以我们还是听听就好 但名单当中的九个人他的背景是什么 是何方神圣 我觉得还是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他到底是长什么模样 他们到底是谁 其中几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 我挑出来跟大家详细讲讲 首先我们有的是Hasny Hasny其实是西蒙柔佛州州政府垮台过后 被国阵推举为他们的州务大臣的那个人 随后他发动了柔佛州的闪电州选 赢下了四十期超过三分二的优势 虽然说他立下了那么大的功劳 但选举过后他并没有被委任为州务大臣 这也让他非常失望 然后在今年的一月的时候 可能因为他对冻结两个最高职位 这个巫统的决定感到非常不满 就发表他的看法 结果换来的是在巫统清理门户的时候 他就被撤除掉他巫统柔佛州州主席这个职位 他也非常不满 说这个巫统高层是流氓 但于事无补 这个州主席的职位 就来到了我们第二个主角 也就是卡丽的身上 卡丽努定本身是现在的副主席 他在这次也很可能会要求要蝉联副主席这个职位 他其实是在巫统2018年输掉这个柔佛州州政权的时候 州务大臣 是一个王州的这个大臣 然后也是现在巫统副主席跟团结政府的高教部长 阿穆扎西当然也是唯以重任了 就把他派去邓加楼州这个部分 来协调巫统在那边的州选事宜 负责邓加楼州的州选事务 哈斯尼跟卡丽 其实如果他们都有推名做这个副主席之后 我觉得是可以观察一下到底谁会赢 因为这其实某种程度能够显示出 基层对于扎西清理门户的行为 大部分不认同扎西的人都被扫脏出去了 剩下一点点这些好像哈斯尼这样的人物 就是我们对于巫统的试经史 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负责邓加楼州选的卡丽之外 往下我们有的是负责基达州的马哈基尔 马哈基尔跟卡丽罗定是有点像末代的这个州务大臣 因为在08年的时候他其实是基达州的州务大臣 随后在政治海啸西蒙当时的名联 掌握了这个基达州州政权之后 他就被割除 他就没有机会去做这个州务大臣了 然后在纳吉时代他也有担任这个教育部长 也是同时候他就卷入了这个罗斯玛的太阳能舞弊案件当中 被反弹会召见之后还要上庭去指控纳吉跟罗斯玛的种种罪名 往下我们有的是阿萨利纳 阿萨利纳之前担任过清体部旅游部副议长 和现在掌管这首相署的法律事务 如果有长期关注这个国会开会的话 你不会忘记就是他在去年12月的时候 面对国盟议员群起围攻 他坚定的占我自己立场 却在捍卫团结政府的合法性 去告诉国盟议员 其实现在这个反跳槽法是怎么运作 却好像有点像是在教育这个国盟议员这样 他当时候的这个变风也是侃侃而谈 是非常让人觉得敬佩这样子 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他在去年9月的时候 当时候巫统也就是说国阵跟西蒙 有点像是仍然是老死不相往来 水火不容 可是在当时候他仍然愿意和西蒙一些议员 包括杨巧双 还有法米跟其他一些行动党 还有工作党的议员一起商量 并且提成了个人法案 是想要维护马来西亚女生在海外产子 他的孩子公民权的问题 也是要维护这个男女平权的课题 所以为了这个正义的事情 他仍然是愿意放下身段 去跟一些敌对势力 也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当中 我们可能比较支持的西蒙议员去合作 这是让我比较感到意外的事情 当然有一些污点在他身上 但在他担任了这个首相署部长过后 他也承诺 除了解决刚才那个男女平权问题 而且他也会要求政府把总检察长 跟检察官这个职位分权分开出来 所以也值得期待他到底会履行诺言 他如果做上副主席会带来怎么样的巫统改革 也是令人期待的 这是阿萨利纳 最后一个我觉得比较多一些故事的是 弟弟汪萨的国会议员 Johari bin Abdugani 他除了是巫统的弟弟汪萨的议员之外 他在商业界也是让人非常的津津乐道 因为他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能力 就是他能够把公司扭亏为盈 其中就包括很多我们耳熟能强的公司 包括KFC Pizza Hut 或者是那一个做Pepsi Cola 做Twister 做Revive 做7up的那个公司 Bermanis 都是本来是亏损 在他接手过后 他就改革过后 他就把整个公司扭亏为盈 在卖出去的时候 他就赚了几十倍 很夸张的一个商业奇才 这是他在商业界的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然后之后 他也在这个纳吉政府底下 做了这个副财长 那如果他做了副主席 他到底会对巫统带来什么样改革 我们也拭目以待 最有几个我觉得 可以我们提一提的其他人 就是彭腾州州务大臣 Nadostri Wan-Rosli 他是现在的这个州务大臣 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 都是彭腾州的州务大臣 然后零龙区的国会议员 Nadostri Sanzu Anuya 他是辞职对慕尤丁开炮的第一个部长 之前还在慕尤丁的政府担任部长 他第一个辞职来对慕尤丁政府施压的那个人 然后Riza Mrican 是前假炮体国会议员 同时也是巫统在六州州选的总协调员 他是Ismael Sabri的房地部长 也是姆姨的青体部长 所以是一个部长帮 然后最后我们有的是国政的总秘书 Nadostri Zambri 这个人是霹雳的州务大臣之前 然后现在也担任了外交部长 他负责的是巫统的吉兰丹州选 所以这整个九个人是现在看起来会竞选 巫统副主席的九个人 那我们就下期见啦 拜拜